HELLO,我是Terence 上次我示範了一些簡單而且有用的腹部鍛鍊的動作 我朋友Naray說很想馬上挑戰一下 對於一般女士來說這些動作都不容易 今集挑戰之後 我們會繼續有我示範的另一些腹部訓練的動作 請大家繼續留意 首先我們屈曲90度,不用按腳,把腳踏起來 試一下我們沒有那麼難的動作 兩隻手我們先放在大腿上 然後我們上來的時候就用腹部的力量 我們這個動作就叫Curn Up,只是練腹部 上來,下去的時候頭部不用碰地 剛剛我肩膠骨雞翼的位置到地了 好,大挑戰 好,快點,快點 手放在耳朵旁邊 好 記住,手放在耳朵旁邊,但不要包著頭 只是放在旁邊 這是因為槓桿問題 所以就會令身體重量重造 會比較難 我有沒有進品呢? 來,待會去吃東西吧 好,好 好,上來 呼氣 可以 做到 記住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兩隻手不要夾起來 我們儘量保持兩邊的手臂 向兩邊 這樣會比較好 好,可以了 我會不會想太少? 不會,OK 其實大約30至45度就夠了 甚至乎你說,不行 我的腹肌是剛剛開始練的 我少一點的話就無所謂 最重要是不要借了力 OK 很厲害,厲害 不如試一下另一個動作 終極的話 是不是終極難度 是呀 有什麼動作做 兩隻手 放在上面 是 放在頭頂上 我會不會上不到的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上不到 好,來吧 先試一下 給點打氣聲 喂 可以了,厲害 看不出你 哪有肚腩 完全不覺得 是呀,有呀 藏起來了 去哪裏 這個肚子愛然溫 愛然溫 電腦嗎 是呀 好 還可以做幾下 沒有了 沒有了 我還以為真的可以 沒有了 好厲害 這個 超級厲害 超厲害 不是 教練 教練指導癮方 好 剛才我做完 現在呢 會做一個平板支撐 這個可以練到我們 腹部 深層的肌肉 就會是 令到我們鞠幹的穩定性 會提高一些 這個動作很簡單 很簡單的 撐住 記住 我們手肘的位置 要是在我們肩膀下面 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整個身都要是直的 TERRENCE 我看到有時候有些人 腰部沉了下去 或是 隔屁股 那些是否不對 是呀 如果你不夠力 就會這樣 我情願 如果你 隔了上來 例如 或是隔了上來 我情願 你不如修正靚的動作 然後 你做到多久 正確動作 反而更加好些 聽 做多久好 這個都是看你自己的能力 你做多久 我一分鐘 這個分半 很厲害 分半小時 但我不是一次過 如果做分半小時之後 我可能很累 那我可能就 做短一點 做多幾次 是啊 其實也可以 就是每次分開幾組 你每次 我第一次開始做這個動作 我30秒已經覺得累了 那你30秒就為之一組 然後你可以 之後再休息 大約10秒左右 之後再做30秒 喂 TERRENCE 你現在做什麼動作呢 跟剛才那個不同的 我在做側身平板 剛才我們做的平板支撐 就是練我們腹部 複直肌的位置 那現在我側身的話 就會是練我們 側面腹部的肌肉 即是哪裏呢 即是哪裏 即是我們側面 其實腹部 還有一個 腹外斜肌 用腹內斜肌 在側面 那是負責 使我們的腰側彎 和旋轉用的 那剛才練那個動作 大家有沒有看到 有些人在這邊 是不是有兩條線咳下去 對呀 很漂亮的 對呀 你做這個動作 就可以訓練到那個位置 喂 Raye 你在做什麼 哎呀 你之前教的短幅 現在很累 我現在想休息一下 還有順便拉筋 對呀 做完之後 快點拉筋先 那你既然在這裡 不如你教我拉 怎樣拉 才拉得正 撐直的手 在脊子上面 哦 然後呢 盡量 腹部和臀部 都要沉下去 是 腹部嗎 對呀 沉下去 不過手要想直的 哦 要不然你變成了 準上壓 明白 我們還可以做這個動作 雙手慢慢向上台上去 然後呢 我們做的動作 好像 可以凸起個小肚子出來 那兩隻手 盡量向上台高 可以舒緩到我們的腹部 更加好些 的